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助小代礼记呢 字数又少 精益又明晰 年简易盖 是的 郑玄对礼记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节目组跟专家多次讨论 最终确定了以郑玄作为主角 我们将他学礼 助礼 传礼 建礼的起伏跌宕的人生 与李记这部典籍紧密融合 并且在戏剧当中呢 我们加入了郑玄的儿子郑易 这样一个角色 也呈现出了郑玄和郑易 二位的深深的父子感情 我知道您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 都塑造了经典父亲的形象 比如说在人世间当中的周志刚 这一次是穿越到一千八百多年之前 演艺父子之间的情意 郑玄到四十多岁的时候 才生下了自己的独子郑易 他将自己一生中最热切的期盼 都寄托在了这个孩子身上 他不仅仅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健康地成长 还希望呢 郑易能够借过自己的传承 成为游历君子 我这次饰演的郑易 在史料上的记载非常的少 所以我更多的是从父亲的身上 去寻找郑易的人物性格 郑玄对于郑易而言 除了父亲的角色之外 更是一位导师 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演绎 将郑易对父亲的情感 以及个人的成长 全都表达出来 郑玄是一位伟大的经学家 他还是一位能够以身作则的好父亲 如何在身份变换的同时 守住郑玄不变的精神思想和品行 这个确实是需要好好的揣摩 在《礼记如行篇》当中 也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将会出现在我们今天的戏剧演绎当中 希望两位先颂读一下 《礼记如有忠信》 《礼义》以为甘露 《礼义》以为甘露 待人而行 报义而处 《礼义》以为甘露 《礼义》以为甘露 待人而行 报义而处 这次饰演正义是很大的挑战 父亲郑玄将礼传给了正义 正义时刻用行动践行着礼 戏剧中有父子情 师生情 还有厚重的家伙情怀 人物层次也更加复杂 需要我把自己置身于角色之中 去感受正义的成长 希望我能展现出一个年少壮志 舍身取义的正义 希望通过这次演绎 向观众传播我们中华民族的 礼仪文化和精神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